欢迎继续大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奖牌榜 24号是亚运会的开幕之后第一个比赛日 总共决出了31枚金牌 中国队取得了当中的20枚金牌 也包揽了游泳项目全部7枚金牌 奖牌总数达到了30枚 位居奖牌榜的首位 在24号上午举行的赛艇 女子清亮级双人双奖决赛中 中国组合邹家琪 邱秀平 以7分06秒78的成绩完成比赛 为中国夺下了本届亚运会首金 由王芝林 韩嘉宇 黄雨婷组成的中国队 在亚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 以1896.6分夺金 并打破亚洲纪录 同时 中国选手黄雨婷 韩嘉宇 包揽了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的金银牌 之后 中国队又在赛艇项目上拿下多枚金牌 范俊杰 孙满用时6分23秒16 获得男子清亮级双人双奖冠军 另一队女子组合鲁诗宇 沈双美 则在女子双人双奖的赛事中 以超过13秒的绝对优势夺冠 刘志宇 张亮组合 其后夺得男子双人双奖决赛冠军 女子四人单奖无堕手决赛的冠军 也被中国队拿下 另外 李文雷 陈贤峰等队员 以5分40秒17的成绩 将男子八人单奖有堕手的金牌收入囊中 武术方面 在男子长拳项目中 中国选手孙培元夺得金牌 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 就由中国选手童心夺得金牌 而在现代武相女子团体决赛中 由边宇飞 张明玉 钟秀婷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冠军 而张明玉 边宇婷还分别获得 现代武相女子个人决赛金牌 铜牌 在第一个决赛日的游泳赛事中 中国队更是一口气包揽全部七面金牌 并刷新多项记录 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 中国选手张宇飞以2分05秒57获得金牌 创造新的亚运记录 女子50米蛙泳决赛 中国选手唐前庭夺得金牌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式决赛 中国选手汪顺以1分54秒62打破亚洲记录 夺得金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我们取消一下杭州亚运会游泳的首个比赛日 中国队是斩获了全部七个项目的金牌 其中汪顺和潘展乐打破了亚洲记录 张宇飞 李宾杰 徐家瑜和女子自称100 自游泳接力赛则是打破了亚运会赛会记录 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前人头传动 场馆里坐无虚席 压运会游泳首个比赛日 中国队并没有让热情的体育员们失望 包揽了全部七个比赛项目的金牌 并且六次打破纪录 英勇军进行取七度 在场馆里响起观众不由落泪 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汪顺以1分54秒62的成绩获得冠军 赛后采访中他表现得也非常轻松 很开心 然后也很激动 感谢家乡父老们为我下游打气 超预期了 原来的话打赛要到56以内吧 没想到今天打破了亚洲记录 我觉得非常满意 掌握两金的张宇飞也在赛后一脸笑容 他对冲击MVP非常有信心 我首先最主要的热步肯定是把金牌保留在中国嘛 其次无论怎么样来说 我都希望说能打破前辈的焦六阳的下回记录 然后最后一点 其实这个球递比我想象中还要再慢一点 我开玩笑跟去老说 然后这两天两个状态 没有前两天那么好 如果更好的话 我更希望说游到三秒多的 本届押运会的室内泳比赛 共设立了41个比赛项目 将会产生41枚金牌 冯和卫视高月佳 葛靖 杭州报道 在杭州亚运会上 中国香港队选手张家朗 以15比2击败了国家队选手陈海威 夺得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 这也是香港剑机队历来亚运首尽 在决赛时刻 不少的香港市民都聚集在转播赛事的商场 为张家朗加油打气 张家朗大胜夺金时 观看赛事的市民无不欢呼鼓掌 香港剑机队捷报频传 港队另一代表蔡俊颜 也夺得了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铜牌 另外女子组方面 港队代表江敏慧 也夺得了女子个人重剑铜牌 而同样在24号举行的赛事当中 香港女飞于何师辈 在杭州亚运女子50米挖泳决赛当中 勇夺铜牌 并且再次刷新了香港记录 夺得她亚运个人项目的第一面奖牌 她之后也帮助港队在女子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夺得了铜牌 在杭州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上 中国队选手同心夺冠 中国香港队的陈穗金则是摘得了铜牌 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 两个竞赛单元分数加起来为总成绩 中国队同心以19.696分夺冠 很紧张 然后夺冠以后感觉很开心吧 香港这位选手是我们师姐 然后我觉得他表现非常好 也是特别值得我学习的 香港队有两位选手出战 陈穗金以两轮总成绩19.476夺得铜牌 在太极剑比赛中 她选取我和我的祖国作为配乐 太极拳选择 我和我的祖国是想表达我们中国香港市民的申请 和我们祖国是一起的 而另一位香港选手上届亚运银牌得主莫婉莹 选取我爱你中国配乐 两轮总分排第六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比赛场地观赛为港队成员打气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则发文恭贺陈穗金夺的铜牌 形容他武艺卓越 实至名归 为他感到骄傲 武术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 在赛前有问答游戏 而比赛过程中也有人介绍评判标准以及项目的特色 现场的观众却可以欣赏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也可以增长知识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显至李伯红 梁明健 杭州报道 另外中华台北队运动员杨勇伟 在杭州亚运会男子柔道60公斤级决赛当中取得了金牌 这是中华台北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杨勇伟夺冠之后泪洒赛场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金牌来之不易 所以忍不住激动情绪 现年25岁的中华台北队运动员杨勇伟 在男子柔道60公斤决赛中 一出场就引来现场热烈欢呼 看台上高喊台北队加油 中国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 最后杨勇伟以一招被俘头击败韩国对手 现场更是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杨勇伟累撒赛场 走出赛场后依然止不住眼泪 甚至需要深呼吸才能稍稍平复情绪 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听到杭州现场观众为他欢呼 非常感动 刚刚有现场听到很多杭州的观众 在给你欢呼吗 那你听到以后感受怎样 非常的激动 因为觉得大家好像都是 在期待这一面讲拍的感觉 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对对对 甚至是我在下面准备要检读的时候 就有非常多观众 甚至是工作人员 就非常的热情地为我加油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 杨勇伟出身柔道世家 母亲和哥哥也是柔道运动员 他表示自己夺金后 第一个就想告诉哥哥 金牌也是自己即将到来26岁的生日礼物 因为确实已经很久没有拿金牌了 就是这一面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 所以觉得非常的开心 杨远伟的教练表示 接下来要继续争取2024巴黎奥运会的奖牌 无论在奥运的积分的争取 或者是未来还要继续参加大奖赛或大满贯赛 那最主要的是要希望说他在明年奥运之前的话 可以尽量地在种子里面 前八种子里面 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期待 本次杭中亚运会中华台北队 总共有524名运动员参与比赛 那么除了柔道之外 在羽毛球 乒乓球和网球等项目 都有机会获得奖牌 富豪卫视黄达亮和超 杭中报导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杭中亚运会24号首天的奖牌榜情况 在首个比赛日 中国队一共斩获了20枚金牌 当中包揽了游泳项目全部7枚金牌 那奖牌的总数是达到30枚 高居榜首 那第二位的韩国则是由五金 四银 五铜 日本排在第三位 那中国香港是以两金 五铜 排在了第四位 乌兹别克斯坦则排在第五位 好 稍后关注更多国际方面消息 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更多国际方面消息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 已经同尼日尔唯一合法当局 再押总统巴祖母进行了交谈 将会结束在尼日尔的军事存在 并且会召回大事 马克龙也表示 法国驻尼日尔的1500名军人 会在几周之内开始撤离 并且在年底之前完成撤出 法国驻尼日尔的1500名军人 马克龙也表示 他已经同意尼日尔唯一合法当局 在押总统巴祖母进行交谈 并且告知对方这一决定 法国部队大约1500人 预计在今年底之前完成撤离 他强调法国人不会继续留在当地 以某种方式遭政变分子扣押为人质 另外 法新社在24号援引 非洲和马达加斯加航空安全机构的报道 尼日尔政变军政府 已经对法国航班关闭领空 法国航空公司回应指出 其航班不会飞越尼日尔上空 那法国已经宣布要撤军 那尼日尔和法国未来的关系 将会走向何处呢 先问话题 我们继续请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何先生您好 您好 您认为这一次法国撤军意味着什么 这是否代表着双方决力之争的结束呢 是的 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 针对尼日尔目前的局势 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 那就是召回法国驻尼日尔大使 并且在今年之内 将要把法国在尼日尔的 1500名的驻金全部撤回 那么这意味着 法国在尼日尔的存在 那么我觉得已经是告一个段落了 其实法国这样的一个决定 不仅是法国从尼日尔的撤退 也反映了法国在非洲的势力和影响 是在进一步的下降 其实这里面反映出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法国在19世纪之后 在非洲的大部分 特别是在非洲的北部和中部 那么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 形成了所谓的法语非洲 那么法国在法语非洲 一方面他们培植了当地的精英 我们看到现在这些所谓法语非洲的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这些精英全部都是受法国教育的 这些国家的军官 也都是大部分是在法国的军校受训的 但这些国家是独立的国家 而法国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后 并没有真正的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 而只是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文化影响 来控制这些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 那么或者也吸收一些移民 但是另一方面 主要是在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 比方说尼日尔 因为尼日尔是非洲最重要的 这个诱的产地之一 法国的25%的诱 就是无论是制造核武器的 还是核动力的能源的诱呢 25%是来自尼日尔 但是尼日尔这个国家 它的这个城镇的这个通电率 就是发电率 只有少数城镇它有发电 一方面自己拥有丰富的 这个能源的矿物 就我们说这个右矿 但是另一方面呢 经济发展仍然很落后 那么这也是造成了 这些所谓法与非洲的国家的人民 那么越来越厌恶法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至少在这个尼日尔周边 这个已经所谓这个政变成风 在西非这种三个国家发生了 这个都是这些 说法语的这个军人 发动了一个政变 而且呢 他们采取了跟这个法国断绝 就是要疏远法国的 这样的一种态势 那么也反映了一方面 法国的影响力在下降 法国虽然不承认 这些国家的这个军事政府 但这些国家军事政府呢 却得到了人民的这个支持 所以呢 法国的这个决定 可以说是大势已去 我觉得就是一句中话说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 那么今后这些国家 估计还会跟法国 保持正常的关系 但是法国啊 作为太上皇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地位呢 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两位 是 谢谢何先生的分析节度 据关注到的是 近期印度和加拿大 在外交上起了争端 那么在印度国内呢 印度叫统一阵线组织 24号就发起了 针对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的示威活动 有数十名示威者 当天聚集在了 印度首都新德里 他们挥舞着印度国旗 手持特鲁多的照片和标语 高呼口号 呼吁特鲁多 恢复理智 停止支持 意图建立独立国家的 西克教领袖 停止庇护 分离主义武装分子 日前 特鲁多呢 指控印度政府的特工 涉嫌参与了在加拿大领土上 谋杀西克教领袖 而印度政府则是断然否认 与这起谋杀案 没有任何的关系 再来关注到 科索沃北部分离地区 局势24号再度紧张 一伙至少30名武装人员 袭击阿族警察 造成一死一伤 接着闯入街壤塞尔维亚村庄 的一座东正教修道院 上方爆发了多波交火 三名武装分子被打死 六人被捕 那科索沃当局 指武装团伙是得到了 贝尔格莱德的支持 不过塞尔维亚政府则 郑重进行了否认 那塞总统武器齐表示 塞国家安全委员会 还有国家领导层 将会仔细研究恶化的 科索沃局势 并且在未来的几天 要做出决定 科索沃警察 事发后包围修道院所在的村庄 也就是坐落在首府 普里什迪娜以北 55公里的巴尼斯卡 武装分子藏匿在修道院中 双方在入夜后一度持续交火 目前武装分子 据称已离开修道院 但不知所向 科索沃内政部长表示 警方逮捕了六名武装分子 其中两人受伤 同时查获大批重装武器 炸药和制服 数量足以装备另外数百人 媒体拍到 在距离巴尼斯卡村 约三公里的一处警方检查站 有名伤者被用单架 抬上救护车 也有人遭到科索沃警方逮捕 这次事态是自今年五月以来 当地爆发的首起严重暴力事件 科索沃总理库尔蒂和内政部长斯韦奇拉 都把矛头指向是塞尔维亚支持的犯罪分子 形容这伙蒙面武装分子专业 拥有重武装和装甲车辆 是有组织的攻击国家犯罪 并得到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政治 金融和后勤支持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 24号晚间随后也举行记者会 表示要揭穿库尔蒂的谎言 他指出 那活武装分子不是来自中塞尔维亚 而是科索沃当地的塞族人 他们不想再忍受库尔蒂的残酷压迫 武器齐指称库尔蒂 一直试图把塞尔维亚 拖进于北约的战争 武器齐否认贝尔格莱德 与周日的袭击有任何关联 同时谴责杀害科索沃警察的袭击 没有正当理由 他表示绝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谴责这起袭击警察事件 指肇事者必须绳之以法 他又补充说 欧盟的科索沃法治特派团 正与科当局 以及北约领导的国际维和部队密切沟通 科索沃有人口180万 九成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 但居住在北部的约5万塞尔维亚族 从不承认科索沃在2008年宣布的独立 仍是贝尔格莱德为首都 仅去年以来就发生多波民族冲突 今年5月局势最紧张时 差点兵戎相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塞拜疆全面控制 有主权争议的纳卡地区之后 当地的亚美尼亚族人 24号开始大举出逃 截至当天晚上 已经有超过1000人抵达亚美尼亚境内 而亚美尼亚总理就批评 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维和部队 要为亚美尼亚族人逃离家园负上责任 运在亚美尼亚族人的车辆 24号从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出发 陆续抵达亚美尼亚 靠近阿塞拜疆的边境城镇戈里斯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其维和部队协助护送了数百人 当中包括儿童和行动不便的长者 有安全抵达的亚美尼亚族人表示 不知道能否重返家园 阿塞拜疆政府此前表示 将保障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族人的权利 帮助他们融入当地 但不少亚美尼亚族人担忧遭到压迫 甚至种族清洗 不想生活在阿塞拜疆的一部分 宁愿放弃其祖先聚居地 有人表示 阿塞拜疆部队发动的闪电站 战况惨烈 其居住的村子里 遇害平民装满了两辆卡车 无处埋葬 亚美尼亚政府已准备好收容四万名难民 但整个纳卡地区大约有12万名亚美尼亚族人 有分析指出亚美尼亚族人大逃亡 将改变南高加索地区的权力平衡 这块遍布油气管道的多种族聚居地 一直是俄罗斯 美国 土耳其和伊朗争逐影响力的区域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亚24号发表电视讲话指 如果不为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族人 创造条件和执行机制 确保他们免受种族清洗 离开故土只是唯一选择 他批评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维和部队 要为此负责 又称亚美尼亚加入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 不足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认为应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帕西尼亚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将于10月5号在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举行会谈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出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军近日击毁了德国援助乌克兰的坦克 但是令人哗然的是 俄军声称发现坦克内的都是德国士兵 那如果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属实的话 是意味着北约或者各别北约成员国 向乌克兰派出了地面部队被抓现行 这可能会让战事进一步的升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3号引述俄军人员报道指 俄军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 用反坦克导弹摧毁一辆暴式坦克 发现坦克驾驶员身受重伤 其他成员已经死亡 这名驾驶员苏醒后就用德语喊别开枪 并反复说自己不是雇佣军 而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 与其他成员属于同一支德军部队 尽管俄军士兵对这名驾驶员进行急救 但他很快就因伤势过重死亡 有分析指自去年二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北约虽然不断向乌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援 但一直强调不会向乌派遣军队 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 但若德国向乌派兵一事属实 甚至被俄军抓现行 北约可能会被卷入这场矿日持久的战争泥沼 甚至令战火进一步蔓延 此外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士 约翰逊接受俄卫星社访问时指 是北约和美国帮助乌克兰 实施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导弹袭击 如果没有西方的监视和目标数据 乌军就无法击中俄黑海舰队总部大楼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继续发起攻击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的三处地方 相互遭到俄军的空袭 造成了两人死亡 八人受伤 在乌克兰南部赫尔松 俄军空袭过后 一座民宅有多个玻璃窗粉碎 街道满布碎片 居民忙于清理 室内则一片凌乱 另外有房屋部分外墙崩塌 居民表示一共遭到三枚导弹攻击 当局就表示 赫尔松总共有三个地方遭到轰炸 一共造成两人死亡 八人受伤 其中一名是警员 俄罗斯方面 接壤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州 及别尔戈罗德州 分别遭到无人机攻击 其中库尔斯克州一座行政大楼 遭到轻微损毁 有媒体报道 有关的大楼属于联邦安全局的办事处 当局未有证实 也未有透露事故中 是否有人员伤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俄控地区议会 在24号宣布 普希林正式当选为当地行政长官 普希林随后宣誓就职 同日再颁布宵禁令 而俄乌两军在顿巴斯激战持续 双方在顿巴斯巴赫木特地区炮战交锋 在顿涅茨克时 过去实施的宵禁制度 于去年的三月份开始 去年的八月份 莫斯科方面又颁布了新的 在顿巴斯地区宵禁的命令 此次由地方行政长官所颁布的法令 也为例行的公务的形式 俄罗斯专家强调 顿涅茨克是地处顿巴斯的最前线 其北线的阿富迪伊夫卡 离顿涅茨克市的北环只有两公里 乌军在这个方向部署了 第36独立海军的陆战率 在顿涅茨克西线的外环12公里处 便是马林卡 俄军至今攻击不下 新几天 乌军南方作战战略群的 塔弗里亚司令亚历三大 塔尔纳夫斯基表示 乌军在维尔伯沃耶村附近的左翼 已经突破了俄罗斯军队的防御 目前正在扩大进行战果之中 但是此消息被俄方否定 巴克木特战线的局势总体稳定 乌军继续攻击克里西伊夫卡 和安德利伊夫卡地区铁路线的东翼 但是俄军在这个地区的阵地稳定 双方进行了炮战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述 从今年开始 俄军在前线的建制旅 已经开始了扩边 逐渐向师进行过渡 俄军的第五 58 36 第八集团军 多扩边为拥有数个自愿军师 和火炮师的加强的方面军 俄军的南方军区第八集团军 还收编了原敦巴斯民兵 第一军和第二军 星期天也有消息表示 不愿意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的 瓦格纳资源人员 已经有一部分加入到 由俄罗斯政府原副总理 罗格金挂帅的 沙皇之狼的资源旅 另一部分的瓦格纳成员 也正准备被纳入到 俄罗斯国民警卫军 即原内卫部队的序列 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 亚历山大 辛斯泰英表示 这份草案将讨论表决 允许俄罗斯禁卫军 仿效俄罗斯国防部 拥有自己的自愿兵的队伍 凤华卫士卢语光 伊万 拉曼 吴拉特 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在24号表示 伊朗最新研制的精确导弹 被命名为了以色列攻击者导弹 有能力精确打击以色列 军方强调伊朗在西亚 拥有强大的防御和战备能力 是地区的第一大防卫大国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号报道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 李萨塔莱尼克准将 当天在西部的哈马丹省 举行的纪念两一战争仪式上 发表了讲话 称伊朗拥有精确打击导弹 这些导弹以2020年1月 被美国暗杀的革命卫队高官 苏莱曼尼的名字命名 并有能力打击到以色列 因此,你今天会发现了 你会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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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会发现了 您会发现了 我会发现了 您会发现了 每个前期的事件 都不得了 因此 我们必须 是 我们要提供 接触的事件 比较 我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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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国防部此前宣布 哈吉加西米导弹是一种地对地弹道导弹 射程为1400公里 导弹重量超过7吨 长11米 弹头重500公斤 国防部表示 这一导弹进入大气层时的速度是音速的12倍 由于拥有高精度和强大的弹头 能够穿过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并摧毁目标 军方还强调 伊朗部队在使用尖端军事武器装备方面 不断取得进步 我们进入大气层时的速度 我们进入大气层时的速度 里萨塔莱尼克表示 伊朗的国防工业技术位居世界前十位 他还说伊朗能够在45年内 从一个武器进口国转变为一个 可以生产并满足自己约90%军事需求的国家 近年来 伊朗在制造各种本土装备方面 取得了显著突破 使武装部队能够自给自足 伊朗军方多次强调 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加强其军事能力 包括完全用于防御的导弹力量 伊朗的国防能力 永远不会受谈判的影响 防卫室 郑开吕穆森得很难报道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中国政府援助利比亚的 紧急人道主义物资 24号运抵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 利比亚洪灾发生之后 中方立即启动紧急人道援助机制 当天运抵班加西的援助物资超过90吨 包括了帐篷 毛毯救生衣 以及净水装置和监护仪 超生诊断系统等等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刘建 利比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 利比亚洪心乐会秘书长 前往机场迎接 并且出席交接仪式 刘建表示希望中方援助 能够帮助利比亚克服灾害影响 早日恢复灾区正常秩序 中方愿同立方保持沟通协调 支持利益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 立方对此表示感谢 朝中社则25号刊发了评论文章 批评韩国总统尹西越 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 恶意的诋毁和污蔑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 缺乏起码的政治知识和国际关系常识 文章指出 尹西越在联合国大会上 污蔑朝鲜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并且抛出了同盟和友邦 不会坐视不管这可怕的妄言 不过是为了讨好美国的欢心 而老调重谈 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制造地区紧张 是一个地区形式的搅局者破坏者 文章强调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发展 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 也是地区和世界与和平稳定的基础 尹西越甘当美国的起先锋 为形成国际对抗格局 无所不用其极 并认为尹西越参加联合国大会 更是对美国形象的污蔑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 24号视察冲绳石原岛陆上自卫队基地 要求自卫队员在中国海上活动 日益频繁的情况下 尽最大努力捍卫西南猪岛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 牧元忍向自卫队员表示 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 政府已经干预以预留 大约2900亿美元的预算 全面加强防卫能力 要求自卫队员团结旅行职务 牧元忍强调 加强西南猪岛防卫 是日本防卫的紧迫任务 今年3月开设的石原岛陆上自卫队基地 显示日本不容任何一方 以武力改变现状 而中国国防部曾经批评日本政府 刻意渲染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 抹黑炒作中国军队正常的建设发展和军事活动 调动地区紧张局势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民众 还有国际社会的强力反对 执意地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已经满一个月 另外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第二轮的核污染水排海 预计将会在9月底到10月上旬启动 目前东京电力公司方面正在为排放做准备 根据东电的计划 第二轮核污染水排放量将会在7800吨左右 到明年3月底总共将进行4轮排放 总量大约为31200吨 这也仅占了核污染水总量的2.3% 其余核污染水将会在今后的几十年内陆续排出 核污染水排海也导致了日本水产品出口销路 严重受阻 青森县一个渔业团体表示 由于海参价格下跌 将会放弃原定于10月进行的大规模海参捕捞 北海道航管事议会还表示 表决通过了一份声明 谴责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背弃承诺 要求立即停止排海行为 美国总统拜登25号起将五一连三天 和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举行第二次峰会 这一举动被视为拜登政府 向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为后院的太平洋岛国 发起的新一轮魅力共事 在会上拜登将会宣布 同库克群岛和纽埃这两个南太平洋岛国 建立外交关系承诺为基础设施提供新的资金 并为与会的领导人奉上一场美式足球比赛 白宫透露这次峰会将会重点讨论 气候变化 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等议题 美国将会在未来十年 向太平洋岛国增加8.1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1.3亿美元用于遏制气候变化的影响 据悉 所罗门群岛岛国的总理佐加瓦雷将会缺席峰会 美方对此表示失望 一年之前 拜登在白宫与太平洋岛国举行了首次峰会 第二次会晤原定是在今年的5月份 在巴布亚 新秦内亚举行 但是美债危机迫使拜登将其推后到现在 再来关注美国媒体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参选人前总统特朗普 将会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现任总统拜登 由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于23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如果当天举行大选 特朗普将以52%对42%的明显优势击败拜登 而今年2月的同一民意调查当时预测 特朗普仅领先拜登四个百分点 且支持者人数不会过半 至于最新民调与近期的一系列主流民调结果有较大出入 不论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还是福克斯新闻频道 亦或是大学等学术机构 他们发布的民调结果都显示 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都在46%至48%区间徘徊 而这项23号发布的最新民调 也进一步坐实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绝对优势 调查结果显示 特朗普正以54%对15%的压倒优势 领先排在其后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近40个百分点 拜登上周也公开表态 认为特朗普注定会再次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 不过再度问鼎白宫 对特朗普和拜登来说都绝非易事 深悲90多项重罪指控的特朗普 在接下来的大选之年恐将官司缠身 疲于奔命能否出现都是个问题 而已是80岁高龄的拜登 将难逃自然法则引发的质疑 美国媒体本月17号公布的一项民调表明 44%的登记选民认为 拜登会在2029年之前下台 仅26%的人认为 他有总统必须的心理及认知健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期节目关注两岸方面消息 一会儿见 贵州省盘州市的一处煤矿 24号上午的8点10分左右 发生严重的事故 初步判断是运输交代着火 造成了16人被困 经过矿山救护队失救 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初始工作面的温度和气体恢复了正常 经过初步核实 16人已经没有生命体证 其他各项工作正在积极地开展 另外 台湾方面 台湾屏东县戈尔夫球具工厂大火 造成9人死亡 超过100人受伤 仍然有一人失联 24号晚上 消防员从现场抬出了一具 疑似海谷送交法医鉴定 因为夜间视线不良 搜救行动暂停 今天上午会再开始搜寻 屏东明阳戈尔夫球工厂大火 发生后第三天 晚上9点42分 消防员用单架 从火厂抬出一具疑似海谷 由救护车送往殡仪馆 交由法医见证 在抬送过程当中 还有消防员对着海谷经理 高喊任务结束 因为无法确认这具疑似海谷 是否是罹难的消防员 这场大火爆炸 共造成4名消防员殉职 其中有3人遗体已确认 第4名由于遗体塌坏严重 无法裁剪完整细胞 人没能透过遗传基因 确认身份 另一方面 大火遇难者家属已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扣押工厂所属 明阳国际科技公司的财产 以防公司转移资产 逃避赔偿责任 屏东地检署表示 会给予协助 而明阳及其母公司 明阳集团24号召开记者会 为事故导致重大伤亡 鞠躬致歉 明阳董事长 正希浅称不会逃避责任 将成立信托基金 帮助伤亡人员及其家人 但具体金额还有待讨论 至于明阳屏东厂 事发后被多名前员工 指控是血汗工厂 内部环境恶劣 对此明阳只是再度致歉 称以后会努力积极改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香港文汇报的消息 关注到美国苹果公司 近年来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投入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资金 试图去自主研发芯片 然而华尔街日报 自日前就披露 苹果这一项旨在摆脱 对主要供应商 高通公司依赖的计划 却屡屡拖延 最终告吹 上周发布的新款智能手机 iPhone 15 没能和预期一样 采用苹果独立研发的芯片 那报道也做了分析 表示说早在2018年的时候 苹果的行政总裁库克 就要求苹果开始设计和制造 调制解调气芯片 将iPhone连接到无线云商的网络 然而工程师指出 苹果高层 没有研发此类芯片的经验 设定的时间表不够切实际 所以说导致目前 并没有成功地研究出来 另外再来看到股市消息 美联储在上周议息之后 暗示年内还需要加息 并且需要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这也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 在上周全线下措 而展望本周 市场除了关注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之外 也会聚焦 美国政府恢复在10月1号 因为国会没有能够批出预算 而陷入到停摆 美联储上周虽然一如预期暂停加息 但按十年内仍然需要加息一次 同时明年可以维持高利率水平 带动美国指标性的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拖累三大指数 全线走弱 总结整个星期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89% 创下上月中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连跌第三个星期 分别下跌2.92%和3.62% 跌幅为3月初以来最大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 包括周二发布的7月20座城市房价指数 8月新屋开工及营件许可 和9月资商会消费者消费信心 周三公布的则是8月耐用品订单 第二季JDP中值会在周四发布 而9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以及作为美联储重要通胀参考指标的 8月核心PCE物价指数 则会在周五出炉 另外美国共和党内斗 以至众议院持续修会 联邦政府10月1号停摆危机迫在眉睫 市场担心如果政府陷入停摆 美国国债收益率将会显著上升 使股市进一步撑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在上周是先跌后反弹 18000点关口时而复得 累计全周累计跌了接近0.7%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的议席会议之后 再度释放出了鹰派的信号 亚太局股市表现承压 恒生指数也是反复的下错 并在周四触及了一个月收盘的新低 不过周五的时候又跟随着A股反弹 扳回了一周之内大部分的跌幅 累计全周恒指下跌了125点 收报1800057点 跌幅0.68% 那科技指数反弹力度有限 在上周路得了超过2%的跌幅 而展望本周随着内地中秋 还有国庆长假期 所以说A股只有四个交易日 预计交投会转弱 市场也会关注黄金周消费板块 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表示 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 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 而国家统计局前官员就指出 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供应过剩的问题 房地产企业必须转型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 周日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 近一段时间 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保持在11%左右的增速 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低于5% 利率水平也处在近年的低点 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 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 柳世锦认为 财政减税让利力度相当大 各级财政已经崩得很紧 仅有的一点发展空间 如果导向不对 也可能是加剧 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 宏观政策主要起短期稳定平衡作用 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 他指出 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 副作用将会扩大 更重要的是 将会再次措施结构性改革的时机 并认为 不仅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 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 同样可有立竿见影之效 他建议实施进城农村人口 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 也可以收购滞销的存量住房 转为农民工保障房 另外 中心社官方微博引述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坑 在刚过去的周六的一个大会上发言 指目前中国楼市供应过剩 专家估算的空置房屋数字相差很大 最极端的估算是空置房屋 客工30亿人住 他个人认为估算有些过度 但14亿人口的确有可能住不完 发展商也卖不完 所以房企必须转型 早转型 早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 在有小行星样本的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太空舱 24号降落在了犹他住沙漠 小行星探测器冥王号 在距离地球10.8万公里的外空 释放了太空舱 约4小时之后 太空舱就降落在了犹他住沙漠 将2020年在小行星被弩上 所采集到的 总约250克的碎式样本 带回地球 样本载由直升机 空运到犹他州测试场的捷径室 进行初步检查 并且保护其免受地球的污染 之后将会被送往到 位于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 再分成较小的样本 供全球60个实验室 约200名科学家 进行研究分析 这是人力史上第三个 也是迄今为止 最大的小行星样本 返回地球 而冥王号通车器 则继续进行探测任务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更多消息也请持续锁定 稍后的各界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